瓦格纳叛变这出大戏已经快落下帷幕 就结果来看 布里戈金不是胜利者 毕竟清军策没能成功 普京也没有赢 俄罗斯出现武装叛乱 肯定会加剧内部矛盾 在火力军看来 这场大戏中最大的获利者是小卡 车臣获取了最大的蛋糕 不费一兵一竹 就摆脱了竞争对手瓦格纳的束缚 而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 各位也都清楚 这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之后车臣伟大不掉 会不会像瓦格纳那样叛变 对于车臣叛变这个问题 火力军持肯定看法 俄罗斯当前的问题太多了 内部军阀横行 离分崩离西不远 普京长期执政造成了两个结果 一个是他信德国的臣子 组成的官僚机构活得很滋润 另外一个 就是围绕普京个人的组织会越发壮大 官僚机构的代表 就是少依谷 个人组织就是瓦格纳与车臣 只是在很多时候 官僚机构与个人组织是相互通通的 这点在俄乌战场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俄罗斯正规军与普京的司军同时投入战争 打胜仗的时候无所谓 大家有钱一起赚 但是遇到打败仗之后 那就是死刀有不死拼的 去年的哈尔科夫反攻 车臣部队表示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去年红利曼失守 俄正规军被打得那么惨 瓦格纳就在旁边却见死不救 打算削弱正规军扩大自己在俄罗斯的声音 还有在今年的巴赫木特战场 瓦格纳表示 国防部给的弹药不够 原本应该在侧翼防守的俄正规军毫无作为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 就是俄罗斯官僚机构与个人组织的矛盾 后来小卡在社交媒体上骂拉平 布里格金在后面也表示 那些国防系统里的垃圾 就应该到战场前线冲锋 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正规军把车臣卖了之后 普京的选择是偏向司军 晋升小卡为上将 国防部又一次临阵换帅 最大的原因是害怕司军坐大之后很难控制 赶紧安抚一搏 普京也发现了 这一次俄乌战争 俄罗斯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加速了俄罗斯军阀化 车臣武装 瓦格纳集团 卢干斯克 顿涅斯克的民兵武装 以及各个共和国建立的志愿军 部署于俄罗斯正规系统的武装力量 发展的一个比一个快 普京算是为俄罗斯分裂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了防止国内军阀越来越多 普京今年搞了一个管理合同 表示私营军事组织 必须与国防部签约合同 完全服从国防部命令与管理 打算收编这些志愿军雇佣兵 小卡为表中心第一个签的 但普里格金不愿意 宁死不屈 于是才有了这次的清军策 说实话 如果瓦格纳跟车臣一样 当场就把合同签了 火力军并不看好车臣反叛 但现在瓦格纳已经行动了 普京的制衡数彻底失败 那么车臣的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 瓦格纳反叛之后 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瓦格纳 大西落幕之后 普里格金毫无收获 并且被发配到白俄罗斯 那些参与叛乱的士兵 或强制退役 或者跟普里格金一样 送到白俄罗斯 那些没有参与的士兵 则可以跟俄罗斯国防部 签署服役合同 普里格金什么都没有改变 至于普京 在这场叛乱中 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在自由军团 在边境袭扰的情况下 国内却发生叛乱行为 只会加剧社会矛盾 同时普京脸上也没面 瓦格纳要清军策的时候 普京的态度很强硬 表示出兵粉碎叛乱者 恢复罗斯托夫等地的秩序 结果呢 瓦格纳车队向莫斯科进发之后 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变了 公开报道显示 俄空天军的末日飞机起飞 随时带着普京跑路 没过多久 又有消息传出来 莫斯科和瓦格纳和解了 普里格金的叛乱罪行被赦免 发动兵变的雇佣兵 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武装叛乱这东西 是可能引发全面动乱和国内战争的 普京轻描淡写的就放下了 只能说有妥协的意思 俄罗斯不是没有能力武力平息叛乱 而是普京让步的损失最小 可以避免俄罗斯的内战 所以对于普京而言 最终的结果也只是让 瓦格纳的剩余士兵签个合同而已 没有其他额外收益 反而其他事情一大堆 比如因叛乱造成的动荡 以及名声受损 反观车臣不费一枪一弹 就搞定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虽然前段时间里 普里格金和小卡还在你努我努 一起骂俄国防部昏溃无能 一起指责少医谷不给弹药 但是作为两支私人军队 瓦格纳和车臣天然对立 并互相制衡 这种情况下普京还能控制局面 但是如果有一方示威后 另外一方有很大可能会伟大不掉 而且瓦格纳车臣与俄罗斯正规军 在战场上的竞争 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 刚好可以组成一个三角关系互相制衡 不过就当前的情况来看 瓦格纳差不多要被拆分 一部分被俄军受编 另一部分则会前往海外 继续之前的淘金生涯 车臣已加独大的时代来了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二者都是私人军队 但车臣与瓦格纳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小卡可以毫无压力的签署管理合同 但普里格金不行 如果车臣叛变 优势很大 普里格金的瓦格纳是自负盈亏的雇佣兵 而小卡的车臣军是独立性很强的地方武装 底蕴差得多 可以说车臣俄罗斯正规军都带有官方属性 一个是地方武装 一个是正经军队 普京自然不会亏待二者 但是瓦格纳只是雇佣军 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不见 所以自从瓦格纳加入战斗后 就不计伤亡的战斗 证明自己的价值 一直给俄罗斯正规军施加压力 反观车臣部队 还有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打卡 在俄罗斯国内对车臣部队的评价并不高 普遍看法就是车臣实力很不错 但一直保存实力不肯打硬仗 不过就算如此 普京依旧不会说什么 后来普京意识到地方武装太多 准备收编雇佣兵 小卡第一个响应 毕竟无所谓 车臣内部还有军队呢 但瓦格纳被收编之后 普里格金什么都不剩了 于是奋起反抗 但是没什么用 毕竟瓦格纳的根据地都是俄罗斯给的 说收回就收回了 而小卡因为车臣共和国的存在 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多 同时小卡对自己的定位也很理智 虽然有自己的车臣共和国 以及只听命于自己的车臣武装 但小卡一直以普京的步兵自居 从来没有和普京撕破过脸 在近年来 俄罗斯历次对外军事行动中 车臣部队都是第一个跳出来响应 给足了普京面子 普京也半推半就 给了小卡大量的利益 不仅对他事实上的割据地位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对他不断加强私人的武装力量 视而不见 没办法 对于俄罗斯来说 车臣是很特殊的 过于独立的地方军队始终无法解决 虽然车臣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 但实际上 就是小卡家的私人军队 只是小卡现在效忠普京 车臣部队才会被视作普京的私人武装 连着整个车臣 似乎也成为了俄罗斯最忠心耿耿的小弟 这本质上是因为两边没有利益冲突 俄罗斯每年都会给车臣拨钱 用于安抚车臣 如果等哪天俄罗斯出现问题 类似二战 苏联解体这种大事件 车臣说翻脸就翻脸 二者那是几百年的恩怨 不是这几十年就能算清的 车臣是位于俄罗斯西南方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虽然名义上属于俄罗斯 但是拥有极高的自治权 从法律到货币跟联邦实行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 重点是军队也是单独的 虽然现在的车臣在小卡的统治下 没有之前大规模的激进反抗 但是离心离德的心思举动从未断绝 只要有机会 车臣人就会揭竿而起 几百年的恩怨不是说没就没 车臣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是东欧通往西亚的门户 所以车臣之前常年处于战争 在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和蒙古 奥斯曼和沙俄打车轮战 不是在打仗 就是在打仗的路上 后来各位也都知道 沙俄比较猛 整整打了两代人 占领了车臣的全境 但车臣不服 一直想独立 于是在二战期间 阴了一波苏联 大概有两万高架索人参与了反苏 结果以失败告终 然后苏联就下狠手了 在1944年下令 将车臣人全部流放 在此期间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车臣人死亡 等到苏联撤销流放令 车臣人回归故土时 对苏联的仇意就更大了 于是苏联解体之后 车臣又站出来了 在1991年9月6日发动政变 当然俄罗斯肯定不愿意 苏联解体本来就少了一部分领土 车臣以及其他高架索地区独立 俄罗斯就彻底变成了一个三流国家了 所以在1994年进攻车臣 投入兵力将近四万 包括230辆坦克 454辆战车 388门火炮和迫击炮 以为能轻松拿下 不过当时的总统是杜达耶夫 本来就是苏军少校 对付俄军自然是手到擒来 最终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 以失败告终 4000多人阵亡 1.7万人受伤 3000人失踪 到1999年 普京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 先是对车臣进行空中打击 之后十万地面部队 从三个方向进攻车臣首都 格罗兹尼 加上老卡倒戈 车臣又一次进了俄国版图 之后老卡遇袭身亡 小卡则是在普京的帮助下 成为车臣总统 之后更是对普京唯命是从 但是注意一下 这并不意味着 车臣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好 这只是交易 也不代表小卡没别的心思 车臣想要独立 不是一次两次了 缺的只是一个时机 苏联巅峰时期 车臣安稳发展 也不敢有异心 但苏联解体之后 车臣立马站出来 宣布独立 同理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 深陷战争泥潭 但国内并不算混乱 加上普京手段强硬 小卡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如果普京下台之后 之后的领导人不行 或者是俄罗斯 因为俄乌战争失败 导致国内矛盾激化 那么小卡会不会 像现在这样安稳 真说不准 毕竟车臣本来 就是一个藩属国 从经济政治到军事 甚至宗教都是单独的 而且车臣虽然农业不行 但石油储存丰富 出口也不需要经过 俄罗斯部门 收入也不用交给俄罗斯 都被小卡充当自己的军费了 这就导致 车臣的战斗力很强 领土只有1.7万公里 人口不过100万人 却有7万的车臣特种部队 同时 小卡也有自己的私人武装 老卡还活着的时候 就组建了一支私人卫队 车臣战争结束的时候 数量就已经上千人 后来老卡遇袭身亡 小卡继承大业 私人武装的数量 也有5000人 可以说 车臣就是小卡的后花园 想干什么干什么 现在对普京忠诚 那只能说 俄罗斯能给车臣 带来更大的利益 如果俄罗斯后面 因为军阀横行 导致动乱 车臣无力可图 估计还是跟之前一样 第一时间独立 这可不是火力军瞎猜的 在俄罗斯内部 都有这样的说法 总的来说 瓦格纳这次的叛变事件 本质上 其实是一次要挟 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 跟欧洲那边的 游行示威一个道理 毕竟叛变理由 是俄军偷袭瓦格纳基地 造成至少2000名雇佣兵死亡 普里格金要为 无端死去的人讨回公道 消灭少依谷等邪恶势力 只是没想到 普京直接将其定性为叛乱 普里格金继续搞下去 只会被俄军剿灭 跟着他叛乱的 瓦格纳士兵 只有不到5000人 而瓦格纳倒了之后 车臣就解放了 在整个组织方面 一家毒打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俄罗斯内部短时间内 局势会更稳定 普京这是杀鸡敬猴 瓦格纳就是那个鸡 同时这次事件 也是一次战队和清理 听说在这场叛乱中 比较跳脱的人 已经上了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名单 所以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其他雇佣军会一个比一个老实 车臣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找麻烦 当然 车臣也用不着现在出手 俄乌战争 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国内 静等时机便可 各位觉得 车臣什么时候会再次独立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